今天没有介绍 没有开箱 只有Tipsy 没有北溪 为什么今天我要拍这个影片 其实很多人会很confuse这个问题 confuse什么呢 没什么我 我的RAM不够哦 我电脑很慢了 我现在加RAM就可以了 答错得错 RAM其实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们来讨论一下 RAM其实是什么 RAM的副名是 Random Access Memory 简单来讲 它是一种转战的记忆体 然后呢 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用呢 很简单 example 你的电脑 你开了一个Microsoft Word 开一个Google Chrome 再开一个YouTube 再开一个Spotify 或者是再开了 的program 这个RAM Access Memory 这个RAM呢 就能帮助到你开你的program 每一个软件所用到的容量都不一样 就好比说Excel 你跑到一半的时候 你跑太多formular 它就不能走了 然后呢 还有就是你开着你的Photoshop 在edit你的美美的图的时候 跑到一半也是不能走了 是什么原因呢 你知道吗 今天我就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这个RAM到底可以帮到你什么东西 其实RAM的功能很简单 它只能帮你储存电脑的短暂记忆 就好比说你开了一个program 你做了一点修图 然后帮你储存在你的RAM那边 而且因为你还没有正式把你的那个图画 或者是一些data或者是资料 所以它就储存在RAM那边 所以RAM的作用呢 是专门来帮你保护你的暂时的记忆体 所以呢 RAM越大 你跑的application越能越跑越多 所以呢 我今天将会和大家分享 怎样看你的电脑的RAM够不够用 OK 那么来一起看看吧 第一个重点 你打开你的电脑的时候 你就按Ctrl Shift再加Escape 然后呢 它就跑出一个叫Task Manager的东西跑出来 然后呢 你就要去到这个Performance 那你就可以看到你的RAM这里 Total是有多少Gb 例如你的RAM是有4Gb 它只能跑到3.8Gb罢了 因为剩下的它拿来帮你跑你的电脑的graphic 如果你看到你的RAM是处于在66% 以上我建议你再加多一个4Gb的RAM 因为呢 最普通的operating system呢 Windows 10呢 我是最建议是最少要有8Gb在里面 如果你是拿来跑像是玩Game 或者是跑Application 或者是跑Photoshop 所以 比较建议的容量是在16Gb 所以这里就简单的给你们介绍一个RAM的功用了啦 还有一个重点 你必须要记得的 RAM如果太过热的话 它也会导致失联的效果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可以找我们买这个三热片 OK 它是怎么用的呢 非常的简单 你是需要把你的RAM拿出来 然后把它这个胶子 打开 粘上去 另外一方面 也是粘上去 这样子呢 就能大大的把你的RAM的温度降下来啦 这样就不会容易导致RAM容易过热的问题 然后呢 还有一个Tips要分享给大家就是 如果你刚买电脑的时候 你记得问一问它 有没有卖这种Extended Warranty 延长保家 这个延长保家呢 它是一个Multipurpose Insurance公司做的 这个Multipurpose Insurance公司呢 它是有一个好处 延长保家 这个延长保家呢 是非常好用 然后呢 你只要付一次费 如果在你的原厂保家过后 两年内有什么问题 它会上门帮你拿回去你的电脑 然后呢 如果只要它修理不好的话 它会造回原价 赔回你一台新的电脑 好比说 如果你买一台是2000块的电脑 买了这个原厂保家的话 你的原厂保家只是一年 然后呢 在第二年第三年呢 你遇到的电脑问题 OK 完全不能解决 只要它解决不了的话 它repair不好的话 它维修不好的话 只要你过了保家期 只要打给它 它就会上门帮你拿回你的电脑 然后拿去维修 如果在一个月内它维修不到的话 它会造回原厂的2000块的价钱 你单上面的价钱 2000块 它会找回一台 similar这样子的 specification 2000块的电脑 赔有一台新的给你 是完全免费的 你不需要付任何后续费 今天的tipsy 就分享到这里啦 还没有subscribe我以前呢 记得快快去subscribe 想要知道更多tipsy的 记得下下subscribe bye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